先以兴奉红区国修 近年在校团苏星減的用心断练下 插到学生菜围后和门口主宾的出品 正受到地方的困境 最近在地面威家 有学金的支持赞助下 如果在进行第一阶段的菜围社区行动 并且将社区的机兵 就日外作为 扣大菜围美化社区的行动 红区国修学当在威家老师的季度下 进行社区出品的菜围工作 这次校团特别邀请社区机兵最会来加进 希望中菜围美化风区暴露行动 为学校来提供到社区 他们在成长当中 有一个很好刻刻难忘的 美好的回忆跟创意 也让说让我们的村庄彩绘起来的话 也让我们的村庄能够变成一个 富丽美好的一个村庄 那今天彩绘的活动 大概就是以社区环境为主轴 然后带动社区跟学校环境之后 其实会带动到我们每一个小朋友 甚至社区民众对美的感受 那这个美感教育 在学校的立场里面 我们就要透过任何的场域 或者是室内的室外的都可以 然后来做一个彩绘 香港高校在9年才为学校兴兵后 今年校长希望 可带到美华社区所有的兴兵 并且在到这些新地名 为家和欧互金典人的共同支持 这次为香港保隆门口 来为家社区外党中心头前的兴兵 提供合同一个保随的活动机会 画的这个是两只老鼠相亲相爱 可以让我们的村子的每一个家庭 都可以有相亲相爱 然后也可以让我们的村子变得很漂亮 那我们觉得用这样的方式 让小朋友可以一方面学习到 怎么样什么样叫做现代绘画 怎么样去构图 然后另外一方面 因为色块对于小朋友来讲 他们比较好掌握 美化环境 而且永续经营的一个角度 我们用小朋友跟社区民众的动员 一起来结合 让我们这个整个环境 跟这块土地的连结 产生密切的关系 永续经营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 而且是一个开创性的一个活动 这次的菜为香港社区华东 也在后星期就能完成 好方也欢迎南岛共青 来信他相会以外 也能来到香港部落 观众所有小朋友 各方面共同完成的菜为情 记得给我们上次看 下期再见 。